兒童節也要挺台灣鳳梨 那我們今天的親子料理就來做鳳梨纏繞吧 如果你不想要錯過懷孕育兒親子相關的資訊 要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讓我們陪伴孩子一同存在 哈囉大家好我是川醫師媽媽婉鈴 現在呢我們都全民挺鳳梨農 鳳梨呢它是擁有非常豐富的膳食纖維 而且呢它是水溶性的纖維 對於我們啦彈便便啊或是吸收水分都有很好的幫助喔 它擁有豐富的維他命C的孩子的營養吸收是非常有幫助的喔 首先我要跟大家介紹我們今天的材料 這準備的材料有 吉利丁兩片約5克 牛奶150ml 動物性鮮奶油100ml 冰糖20克 鳳梨250克 來我們首先把吉利丁泡軟 把這個放進去泡軟 用冷水泡軟 對 放進去 放進去 放進去泡的 好 泡軟軟 我們在說之前啊要記得先洗手 哇 哇 裡面有很多它的這一切沾東西 那個應該不算沾東西吧 那只是它身體的紋路啊 你要把這個抽 我們把那個一點點那種吃刺的地方吃了會不舒服 會咬舌頭 所以馬上把它切掉 貓爪出現了 切小塊一點等一下打會比較好打 一二三四五六七 你要來幫忙嗎 來 把奶油 鮮奶油 冰糖放到這個鍋子裡面 小心喔 哇 小心 慢慢倒 吃一點吃一點 然後加進去 好加進去 慢慢加進去 小朋友呢 在一歲左右的時候啊 我們盡量不要用精緻的糖讓它吃 要不然對它的身體負擔呢是比較大的 因此呢我們就選冰糖來做調味 那假如說家裡的小朋友啊年紀已經很大了 那爸爸媽媽你這時候想要用二砂糖啊也是可以的 它現在已經有小滾的鑽牌了 我們裡面的冰糖呢也融化了 這時候呢我們就把吉利丁加進去 吉利丁濃化之後呢 吉利丁濃化之後呢 我們呢拿一個塞子啊 把吉利丁牛奶這些過塞 那接下來我們就準備來打鳳梨了 有有媽媽把鳳梨放進去讓你打喔 你看有沒有全部都打掉 你看這塊有沒有打掉 我幫你 好檢查一下不要打得太細 好可以這個可以看 好看喔 來 吉利丁大概是這樣子的呈現方式 現在把它分鑽到容器裡面 那我們把它放在冰箱裡面 等到奶酪呢已經成型了 那我們再把鳳梨泥呢放在奶酪上面 這個是我們剛剛做的奶酪了 那我們再來把鳳梨加在奶酪上面 就完成囉 哇好大的一個ia 哇好大的餘形喔 你忘了下面來讓我一根鳳梨一起吃吃看 好吃 好吃喔 那如果每天帶你吃這個你會吃米嗎? 我也會喜歡吃 奧子 看起來是成功的 希望給香香脂脂脂吃的時候他們會喜歡 來我們今天吃鳳梨奶酪 今天點心吃鳳梨奶酪 好滴喔 嗯 嗯 妹妹有沒有好好吃 好來 喝喝喝喝 我把你吃到那裡 嗯 我把你吃到那裡 我把你吃到那裡 各位爸爸媽媽 你有打算如何和孩子一起度過兒童節呢? 第一個 一起來做親子料理 第二 去露營 第三 去遊樂園玩 第四 其他 歡迎爸爸媽媽們在下班跟我們分享 兒童節 你打算跟你家的寶貝做怎樣子的活動呢? 朋友 我們來跟大家說兒童節快樂吧 兒童節快樂 兒童節快樂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 希望你能不能錯過任何精彩的影片囉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拜拜 糧食空間 is your wish 琦琦香香滿儀色囉 我們今天帶著三寶 一起來拍寶寶寫真喔 哈 哈啾 哈哈哈哈 哈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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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